在花蓮縣榮譽國民之家救養的1700多位榮民,在除夕這一天參加了摸彩的節目,每一個人都得到一個獎品。 台灣省政府和花蓮縣政府,今天都特地送了4000元的加菜金,為榮民們加菜。 花蓮縣長黃福壽也到榮民們的寢室裡,向他們拜年致賀。 謝謝大家。